李佳華 李佳華 然後原本游泳程度經過我苦練了一下 大部分還是可以順順的游玩一千五 可是每一次游完之後就覺得非常的累 那我之前學游泳的時候就是 踢兩百打水打水一直打水一直打水 然後慢游慢游慢游一直不斷的重複的游 那游的那個就是全身痠痛這樣子 那為什麼體驗於是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一直拼命的這樣游 但是成績一直都沒有辦法進步 那我就上去Google了一下YouTube 看看有什麼樣的方式 到底我是手哪裡不對或者是哪裡姿勢不對 那我就看到了游泳這個游泳的教學方式 那我覺得為什麼游泳的人 為什麼他每個游泳都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非常輕鬆的游玩很長的一段的距離 那我就想說那我一定要來試看 尤其當有這個體驗課的時候 我就馬上就報名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今天學到最大的那個 跟以前不一樣的觀念就是你要放鬆 放鬆而不再使用你的肩膀 使用你的蠻力去撥水去滑水去踢水 那其實你放鬆之後你會發現 你好像輕輕的撥一下你就會好像有動 其實我還不知道說到底動了多少 但是我覺得身體有比較輕盈的感覺了 那好像也不費力了 那這是我的第一次出體驗 那我希望我的機會可以一直一直學下去這樣 那歡迎這個體驗就是非常的就是美好 那也希望大家都來跟陳教練報名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教練 謝謝